在这个快速迭代追求时尚新意的时代,巴黎时装周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,汇聚了全球的目光和梦想。 而在这场时尚的盛演中,中国一线明星的闪耀表现,尤其是王一博的亮眼之旅,成为了无数时尚追随者和媒体热议的焦点。 王一博,这位青春洋溢的中国明星,在时尚界迅速崛起,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。 他的每一次亮相,都引发全球媒体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赞赏。 在巴黎时装周上,他以香奈儿品牌大使的身份亮相,语音白色的头发和米白色的珍珠外套,展现了他独特的时尚魅力和个性风格。 这不仅是一种对流行文化的致敬,也是对个性表达的极致追求。 王一博的银白色头发不仅是时尚的宣言,更是一种勇敢的尝试和突破。 这种大胆的色彩选择和造型设计,充分展现了他敢于突破常规引领潮流的时尚态度。 在巴黎这个时尚的圣地,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香奈儿的经典与创新, 将东方美学与西方时尚完美结合,为全球观众展示了中国时尚的新面貌。 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造型,不仅是对香奈儿品牌的致敬, 更是对已故创意总监卡尔·拉格斐的深切敬意。 他的银白色头发模仿拉格斐的标志性发色, 而他的米白色珍珠外套, 则是来自于拉格斐为香奈儿设计的2023秋冬高级陈衣系列。 这一切都是王一博对时尚界巨匠的敬仰和对时尚传统的继承。 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上的表现, 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,也为中国时尚圈争得了光。 作为唯一一个被Vogue评选为2024春夏巴黎时装周最时尚明星的中国男星, 以及唯一一个被D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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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专访的中国明星。 王一博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凸现, 他的时尚之路不仅是个人的荣耀, 更是中国新生代风采的展现。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可能性的时尚界,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, 为中国时尚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 他的表现不仅是个人成就的象征, 更是中国时尚界向世界发出的有力声音。 王一博这位年轻的时尚大士正在用他的每一步, 为中国时尚界图写新的篇章。